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亿万年间从未停歇 在这片距离天空最近的雪域高原之上 长江之源滋养了沿岸的万千草木 也捕育了这一方淳朴的人民 不仅仅是长江 黄河和蓝沧江 这两条举世文明的大河的源头 也都与玉树的山山水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作为三江之源 玉树这座城市 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生活在长江之源的高原百姓 又和长江结下了怎样的深厚情感呢 河南大学程碎莹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长江边的名城第一步第二季 秘境玉树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 长江最上游的一座名城 玉树 玉树是位于青海省的西南部 青藏高原的腹地 这个地方被称为三江之源 长江 黄河 还有蓝沧江 都发源于这里 由于这里地势又比较高 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为中华水塔 地势多高呢 在整个玉树 藏族 自治州啊 平均的海拔是四千米以上 很多朋友到过拉萨 参观过布达拉宫 拉萨平均的海拔的高度 还不到四千米 还没有玉树高呢 所以中原地区的人呢 如果说来到玉树这个地方 往往会出现高原反应 头发昏 甚至有时候呢 行动都很不方便 一方面因为比较偏僻 另外一方面因为海拔比较高 所以这个地方呢 往往是人际罕至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 玉树就是一块神秘之地 而这个玉树给人的这种秘境的感觉呢 还不止于此 我们现在都知道呢 玉树位于长江最上游的通天河畔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长江上游之源 这是现代人的观念 但是呢 我们中国古代的先人呢 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认为 闽江是长江的上游的正源 后来在三百多年以前呢 到了明朝的末期 徐霞克考察长江之源 那个时候呢 才告诉人们说 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游的正源 但金沙江以上的通天河 当时徐霞克却没有走到 他也不知道 金沙江之上还有通天河 而玉树呢 就是通天河捕育的一座名城 通天河呢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雪山 依靠冰雪溶水 流到整个玉树藏族自治州 从西北向东南 流过整个玉树境内 捕育了玉树这块土地 也捕育了玉树这座城市文明 尽管说 玉树给人的感觉是秘境的 尽管说 我们的老祖宗 在很长时间里面 并不知道通天河 就是长江的上游的正源 但在明末清初之后 通天河这个名称 却是妇孺节之的 什么原因呢 其中我们要把它归功于 吴承恩的西游记 在西游记里面呢 他说到一个故事 说当年的唐僧取经 经过了一条大河 这条大河呢 就叫通天河 而在通天河畔呢 有一块石碑 石碑上面 通天河这三个字底下 还有两行字 写的是什么呢 说 经过八百里 更古少人行 说这个通天河呢 宽八百里 自古以来很少有人 从这里经过 在西游记里面呢 接着给我们 演绎了一段故事 说通天河里面 还有个灵感大王 宗武功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 降服了灵感大王 后来怎么过河呢 通天河里面 有一个千年的老白龟 主动提出来 让唐僧师徒 站在他的龟壳上 来度过通天河 当然这只千年的老白龟 你要这样做 是有条件的 他当时告诉唐僧啊 他说 我在这个通天河里面呢 已经修行了 一千多年了 您如果说 能见到佛祖释迦牟尼 能不能帮我问一问 我什么时候 能够得妥本壳 能够修得一个人身 就是能够过一过 人的生活 当时呢 唐僧就满口答应 后来取经回来 又路过通天河 那只老白龟呢 又驮着唐僧师徒过河 当快要到对岸的时候 老白龟就重新问唐僧 说我当年托你的事 你帮我问了没有啊 这个时候唐僧 傻眼了 为什么 忘了问了 他这样一说 人家老白龟当然不高兴了 一生气 然后把唐僧师徒 掀翻在了通天河里边 经文也湿了 好在那离岸边不是太远 所以呢 唐僧师徒 把这个经文 赶忙 打捞上来 然后呢 把经文晾晒 干了以后呢 然后回去 这就是整个唐僧曲经里面 这个最后一难 就是9981难 在通天河经过的这一难 那玉树这个通天河 是不是就是当年 唐僧曲经经过的通天河 如果不是的话 那很多方面 它有相符的地方啊 比如说 名字一致 那都叫通天河 还有第二 方位也差不多 当年的唐僧曲经 是要到印度去曲经的 曲经的时候 当然要经过 西南地区啊 西北地区啊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经过通天河呢 实际上啊 根据历史的记载 当年唐僧曲经呢 他是从长安出发 过了黄河 走河溪走廊 然后走我们今天的新疆 然后到了印度 他并没有经过青藏高原 所以根本也不可能 经过玉树的通天河 说到这儿呢 朋友们也不要失落 其实啊 我觉得 具有人间烟火未斗的 通天河畔发生的故事 丝毫也不比 在西游记里面通天河 发生的那个故事 逊色多少 那我们呢 就把我们的视野呢 来拉到 整个玉树发展的历史之上吧 玉树人呢 把这个通天河 好有一笔啊 笔成什么呢 把它笔成天上的河流 说这个玉树的通天河 是和上天连接在一起 同时 他们给这个通天河 在古代的时候呢 还起了一个 非常非常朴素的名称 叫什么呢 叫 毛牛河 为什么偏偏叫 毛牛河呢 这要说到 玉树这座城市 与毛牛这种动物的 这种特殊关系 可可西里 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西部 是我国最为著名的 无人区之一 可可西里的核心区域 平均海拔在四千六百米以上 很多地方常年被冰雪覆盖 严苛的自然条件 将这片土地隔离于室外 却让这里成为了 生灵共舞的一方天堂 在这里 除了有被世人所熟知的 藏阴阳外 牦牛可以说是这里 最具代表的物种之一 作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 牦牛具有健壮的体魄 和顽强的生命力 这是自然造就的完美进化 这个高原上的庞然大物 对于环境有着极强的适应力 千百年来 被驯化的牦牛 一直都是高原百姓 最为倚重的伙伴 然而 与其说人类驯化了牦牛 不如说是人类 一直在向牦牛学习 如何与这严苛的自然条件 和谐相处 那么 对于生活在玉树的人们而言 牦牛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 玉树当地的历史 又与牦牛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牦牛呢 体大 毛长 善于富重 而且耐寒 这是它的特点 它被称为高原之州 所以呢 在整个青藏高原这一块 特别是在通天河 通天河的上游呢 有很多河谷地带 通天河呢 又有很多支流 就在这些支流和谷地带 两边的谷地上 就有非常丰美的牧草 而大量的牦牛 就在这些谷地生长 所以呢 在玉树发展的历史上呢 就与牦牛发生了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 牦牛给玉树的老百姓 提供了肉食 提供了奶制品 他们的皮毛呢 又可以让老百姓 在天冷的时候呢 去取暖 而平时呢 牦牛又可以富重 作为他们的运输工具 所以牦牛呢 在玉树人的心目中间 就有非常崇高的神圣的地位 所以玉树的老百姓 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供奉那个牦牛的头骨 还把牦牛的名字 用于命名山河 而这个通天河 之所以被称为牦牛河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曾经在2020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呢 曾经到过这个玉树 在那里呢 我听当地的老百姓说啊 就在现在玉树的通天河 这个河谷的上游啊 还有数十个野牦牛群 周明这个地方的牦牛是非常多的 借助于牦牛 玉树的老百姓呢 就在通天河畔 形成了聚落 来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 利用古地呢 他们可以发展畜牧业 同时利用古地 他们又可以进行土地的开发 来发展农业 再利用通天河 以及大大小小的支流 他们又可以发展渔业 所以在人际 罕至的这块秘境之地 来创造了他们灿烂的 玉树的早期文明 使这块秘境之地呢 也显得这么具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当然 西游记 其余我们的惊喜呢 还不止指这个通天河 在西游记里面呢 在第53回到55回呢 他还为我们说到了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呢 跟今天的玉树 也有一定的关联 西游记里面的故事呢 说的是一个西凉女国的故事 说当年的唐僧师徒 曾经路过过一个西凉女国 这个西凉女国没有男人 当然这种情况呢 是一种虚构的故事 而巧合的是 在玉树城市发展的历史上 却有一个真实版的 女儿国的故事 在玉树的历史上啊 大概在1300400年以前 大概相当于 我们中原地区的隋朝 这个时间段 曾经存在过 一个部族 这个部族政权呢 叫苏皮 这个苏皮呢 当时是属于清藏高原 十多个部落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部落政权 这个苏皮国呢 在历史上留下了记载 在隋书里边 他说到这个苏皮国的时候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个苏皮国呢 是羌族人建立的一个部落政权 人口最多的时候呢 这个苏皮国有一万多户人家 物产非常丰富 有什么呢 有牦牛 有骏马 有黄鹏 有黄铜 还有盐 等等 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上 这个苏皮女国呢 是女人主政 女王姓苏皮 女王的政府呢 叫金巨 但是这个金巨呢 不负责处理政务 只是负责出征啊 耕种啊 打猎啊 整个国家的政势 有女王 还有一个他的助手 小女王 这个小女王呢 就相当于我们内地的政权的 封建时代的宰相嘛 就由他们两个人来共同的来主政 那女王死了以后呢 再从部族里面 挑选有贤德的 有才能的人 来继续做这个女王 所以你看 这个苏皮和西游记里面 西凉女国是不一样的 苏皮女国有男人 不是没有男人 只不过 女人的地位要高于男人 在这个苏皮女国呢 她的手工业 她的商业 也有一定的发展 随书里面还有两个 比较重要的 关于交通的记载 一条史料说到啊 说当时的这个苏皮呢 已经开展了与拉萨 甚至远到今天的印度的 路上的贸易 把当时御树境内的盐 运输到拉萨 运输到今天的印度 从中获利丰厚 这个苏皮女王呢 还非常仰慕中原地区的文化 所以呢 曾经在隋朝 隋文帝统治的时候 派遣使臣 到达了长安 那隋朝就有可能赏赐给 苏皮女王大量的丝绸 和内地的手工业品 这说明啊 当时的苏皮国 已经开辟了 通往拉萨 印度和通往中原地区的道路 它并不是非常封闭的 不过啊 直到今天呢 在今天的玉树 还有海东这些地区 仍然有一些地方呢 叫什么苏皮霞 苏皮村 苏皮人 等等 这应该是当年的苏皮 这个政权 留下来的历史 印记 和文化遗存 到了唐朝 玉树 这块土地上 又迎来了 另外两位来自中原地区的 公主 而这两位公主 也为玉树的城市 历史文化的发展 留下了非常珍贵的 难以磨灭的印记 这两位公主呢 我们大家可能都不陌生 一位是唐朝的文成公主 另外一位呢 是清澄公主 公元六百四十一年 年仅十六岁的文成公主 披上嫁衣 化上红妆 这位美丽聪颖 而又饱读诗说的公主 即将离开故土 远嫁雪域高原 对于文成公主而言 那里虽是遥远的陌生之地 却也充满了新奇的向往 陪同文成公主 一同踏上旅程的 还有大批的工匠 乐师 医师 学者 他们的到来 为清藏高原 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过长途跋涉之后 文成公主在和亲队伍的护送下 终于来到了长江畔的高原明珠 玉树 那么 在玉树当地 至今还流传着哪些 与文成公主有关的歌谣传说呢 面对着奔流不息的通天河水 文成公主又会通过 怎样的方式渡河呢 如果我们大家有幸到 清藏高原去旅游的时候 可能就有这种感觉 到处都有关于 文成公主的故事和传说 而且呢 也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 文成公主呢 也深受藏族人民的爱戴 所以她已经成为了 汉藏人民一家亲的 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人物 所以在藏族老百姓的心目中间 文成公主啊 金城公主啊 都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 不过啊 在这里面 整个清藏高原呢 除了拉萨之外 我觉得 玉树 应该是 留存下来 文成公主 它的传说 以及它的历史文化遗存 最多的 一个地方 在藤朝初年的时候 吐伯这个政权呢 就把玉树这个地方 作为它的五儒之一 这个儒啊 是一个军事行政当委 玉树这块地方 历史上呢 就叫孙伯儒 后来松赞干部呢 在玉树这个地区 又确定了几个职能 也就是说 对孙伯儒 他有这样三个定位 第一个定位 孙伯儒这个地方 要提供粮食和军马 它是一个农业区 又是一个畜牧区 同时呢 又盛产粮马 很多军马啊 军粮啊 都是从玉树这个地方提供的 这是一个定位 第二个定位 要为唐博古道的官员 来提供服务 什么服务呢 比如说礼仪 迎送的礼仪 饮食 住宿 车马 安全 也要有玉树这个地方 也就是孙伯儒来提供 还有第三个定位 要保障 通天河渡口的安全 因为通天河直接临着玉树 它就在玉树的东边 所以呢 保障通天河的通畅 是保障唐博古道通畅 至关重要的所在 所以当年的宋藏干部呢 就给孙伯儒 也就是今天的玉树呢 有了这样的一个定位 吐博的宋藏干部呢 非常仰慕大唐的文化 所以呢 派出使臣向唐太宗 请求和亲 后来唐太宗呢 就答应了和亲的请求 在贞观十五年的时候 派 礼部尚书 江夏王李道宗 作为护亲 送亲使者 护送宗族女 文成公主入葬 和宋藏干部合心 文成公主 她所走的路线呢 历史上把它称为 唐博古道 就是从长安出发 然后越过黄河 到西明 到西年以后呢 再越过日月山 然后再度过通天河 到达玉树 在玉树附近呢 做修整 稍作停留 然后再继续 到达 拉萨 这条路线呢 就是唐朝和土博 他们正常交往的 路线 所以叫唐博古道 全长呢 大概有三千公里左右 而玉树这个位置呢 大概就位于 拉萨 和 长安 之间的这个位置 它不是正中心 但是正好位于中间的 枢纽地带 根据历史记载啊 苏三干部非常重视 这次和唐朝的和亲 但这段历史呢 也给我们留下了 几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 当年的文成公主 是如何度过通天河的 在今天的玉树呢 流传着这样的一个 名歌 这个名歌呢 很可能和当年文成公主 如何度过通天河 有一定的关联 不要怕过宽大的草原 那里有一百匹豪马 欢迎你 不要怕过高大的雪山 有一百头训粮的牦牛 欢迎你 不要怕射深深的大河 有一百只马头船 来欢迎你 这首名歌啊 非常的朴实 但是呢 非常富有感情 据说是当年 玉树的老百姓 为了迎接文成公主的到来 提前创作 从这首名歌最后一句 有一百只马头船 来欢迎你来推测 很可能 这个时候 文成公主 还没有度过通天河 关于文成公主 度过通天河呢 我曾经和当地的一位 文化学者 曾经有过沟通啊 文成公主当年 是如何过河的 历史上 也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我们从 有一百只马头船 来欢迎你这句话 来推测 文成公主当年 可能是坐着马头船 渡过通天河的 第二个疑点 当年的文成公主 在玉树停留了 多长时间呢 我们说啊 从长安到拉萨 有三千公里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 当年文成公主啊 渡过通天河之后 在玉树这个地方 肯定是坐了停留了 因为前期呢 又坐轿子又坐马 在玉树之后 不能坐轿子了 只能坐马 所以呢 会非常的疲劳 再加上呢 有高原反应 所以 一般人都会在 玉树停留 文成公主 也一定会在 玉树停留 至于说停留了 多长时间 现在的文献中 也没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再结合 其他的史料来推测 可能停留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整个行程啊 从长安到拉萨 文成公主 大概走了 半年多的时间 那么 文成公主 如果说 在玉树停留着 一个多月 她都干了什么呢 这可能是我们关心的 另外一个问题 她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 帮当地的老百姓 纺织 因为中原地区 纺织技术 应该是比较高的 所以教 玉树的老百姓 提高他们的 纺织技术 第二 把中原地区 比较先进的 农耕技术 带到 玉树 提高当地 农耕技术的水平 还有第三 教当地老百姓 一些歌舞 乐曲 中原地区的 歌舞和乐曲 与青藏高原 是不一样的 还有 当年的 文成公主 也带了一大部分 水平很高的 工匠 所以 又在 玉树东南 大概二三十公里 左右的 乐巴沟 雕刻了很多 佛像 动物和人物的 一些造型 这也是当时的 一个传统 这个乐巴呢 是吉祥 如意 美丽的意思 所以就在 乐巴沟呢 文成公主 也留下了很多 丰富的文化遗产 而后呢 文成公主 经过修养 身体基本上 也恢复了 然后继续 坚程 后来 就到了 拉萨 和亲之后呢 文成公主 又在拉萨 生活了 三十多年的时间 在文成公主 去世之后 又过了三十年 唐代的中宗时期 唐朝另外一位公主 金城公主 又嫁给了 松散干部的后代子孙 赤德祖赞 又延续了 唐伯和亲的 这样的一种传统 根据历史的记载 唐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 由于文成公主 和金城公主和亲 所以呢 就给唐伯之间的关系 带来了非常非常良好的氛围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 有机会去到玉树 就会听到大量的 关于文成公主 和金城公主的传说 而在今天的勒巴沟 还留下了一座 文成公主庙 她已经成为文成公主 当年在玉树的 珍贵的文化记忆 玉者纯净高洁 树者生生不息 如此绚烂的字眼 也许只有玉树这般的圣洁之地 才可以完美契合 这里的天是那么的湛蓝深邃 这里的水是那么的纯净清澈 在玉树的山水林田之间 无处不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气质 然而 要说起玉树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历 却不仅仅如字面含义这般简单 那么在玉树二字的背后 究竟还隐藏着怎样特殊的意愿 作为学玉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酥油茶又是由谁发明的呢 请继续收看 河南大学程碎莹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长江边的名城第一部第二集 秘境玉树 所以我们说 在玉树城市发展的历史上 无论是通天河 无论是苏皮女国 无论是孙伯如这个政权 无论是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入葬 都为玉树这座城市增添了神秘的这种色彩 但说到这儿 有一个问题得需要跟大家交代 什么问题呢 就是玉树 这座城市的名称 它是如何得来的 玉树啊 它本来呢 是一种植物 而玉树呢 又作为我们中国古代的 岳府的歌曲名 当年的陈后主 陈淑宝还曾经做过 玉树后庭花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玉树这座城市的义云 它是在藏族语言里 它的意思是遗址的意思 遗址 什么遗址呢 说明在玉树城市发展的历史上 苏皮人的历史啊 孙伯如的历史啊 甚至后来的 格萨尔王的很多传说啊 文城公主啊 金城公主啊 等等 都在那儿留下了 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 有一些遗址和遗迹 这是玉树这个城市名称 得来的一个来历 不过在我们汉族的语言里面 玉树作为一个城市名称 被广泛地接受 却是在清朝的初期 那为什么到了清朝初期呢 它跟茶马古道有关系 茶马古道 顾名思义就是交易茶和马的 一条道路 清藏高原的马皮 还有一些土特产品 中药材交换到内地 有内地的茶叶丝绸 到清藏高原 这就是所谓的茶马古道 这种交流呢 在历史上记载啊 茶马古道呢 它有三条主要的道路 一条是滇藏道 从云南的普尔 然后到西藏的拉萨 第二条道路 是川藏道 从四川的亚安 然后呢 到西藏的拉萨 还有一条道路 是清藏道 从青海的西宁 到西藏的拉萨 而玉树就位于清藏道的 枢纽和核心的地位 所以在当年 茶马古道贸易繁荣的时候 玉树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为什么藏族的老百姓 要从内地交易茶叶呢 在藏族的老百姓中间呢 有一种说法 说宁可三日无粮 不可一日无茶 一天也离不了 苏油茶 这个苏油茶呢 是用苏油 茶叶 加上盐 熬煮出来的 那为什么老百姓 特别是藏族的老百姓 都非常喜欢苏油茶呢 是因为这种东西呢 它驱寒 去腻 帮助消化 增强体力 所以非常适合 藏族的老百姓日常饮用 那么这个苏油茶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又是谁发明了苏油茶呢 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一个历史之名 在藏族的老百姓中间 有传说 说是当年的文臣公主 带过去的 说当年文臣公主 从长安到拉萨的时候 带的就有茶叶 后来到了拉萨 整天吃肉 喝奶 然后呢 就消化不良 后来呢 她就用茶叶泡茶来喝 发现 茶叶可以帮助消化 再到后来 把茶叶 酥油 和盐 合在一块 就熬煮出来了 浓鲜可口的 苏油茶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与此同时呢 可能这个苏油茶 也不一定是一石一地 有一个人发明的 她可能经过了 很长时间的摸索 探索 才发明出来的 只不过因为 文臣公主的名气太大了 所以老百姓愿意 把苏油茶的发明权 归于 文臣公主 不过啊 当时文臣公主 那个时期 苏油茶 还没有流行起来 可能只有 一少部分 有身份 有地位的贵族 他们才能够 享用 后来到了明清时期 随着茶马古道的 走到繁荣时期 一般的老百姓 才喝到了 浓香可口的苏油茶 那苏油茶呢 就跟老百姓的生活呢 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在茶马古道贸易繁荣时期 玉树 作为茶马古道里面 三条古道之一 也就是青藏道的核心 和枢纽地位 也逐渐逐渐地走向繁荣 明朝 清朝 都在玉树这个地方 设立了驿战 这个地方 京城有大量的货物 进行贸易 所以就在今天 玉树的核心的区域 形成了一个镇 叫结谷镇 这个结谷呢 在藏语里边的意思呢 就是货物集散之地 也可能 大量大量的马皮 大量大量的藏族 土特产品 皮革制品 集中在玉树 然后呢 换取从新迎来的 大量的内地的 茶叶和丝绸 很多商人 都居住在这里 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市镇 而这个结谷镇 对于玉树的形成 和发展 包括玉树这座城市的 名声的远扬就奠定了 一个坚实的基础 南宋有一位理学家 朱熹 他曾经在诗中 这样言诵道 他说 问取哪得清如雪 唯有源头活水来 必须源头有活水 那么中下游呢 才有清澈的水 宋朝一位词人李直义 也曾经这样说过 说我住长江头 均住长江里 日日四军不见军 供饮长江水 玉树虽然在长江之源 在长江的上游 但是呢 它清澈的水 源源不断地供应 中游和下游 是整座长江 显得那么生机勃勃 玉树的老百姓 也深深知道 水 水源对生命 它的重要的意义 所以他们懂水 爱水 呵护水 用他们的善良 用他们的智慧 来呵护着 整个中华水塔 这块绝境的 神圣的水 谢谢大家